好啦,我就不用麥克風了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等一下一帶動的時候 麥克風又要掉到旁邊寫 我剛剛前面有說我來這邊才招生的 不過我不是來招生,請你們來我這個團隊 而是我每次去任何地方 我都會招生告訴人家功夫哪裡好 武術哪裡好 希望大家聽完我的招生宣傳之後 如果對武術功夫有產生興趣的 請你們去找你們家最近的武術教師 去幫我們參加一堂課、兩堂課體驗課 找回你們當初那種感覺 如果我這次講了你們不滿意 請麻煩更要去你們附近的教師 為什麼不代表我講的不夠好 可是不代表他們不夠好 那剛剛講的是主要我的工作內容 其實我在外面是一個武術老師 我是一個全職武術老師 我剛剛前面有介紹過 我很幸運的是我把我的興趣跟我的夢想 還有我的工作全部綁在一起 所以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那我的教學對象比較特別 我也不好意思,為什麼我說招生你們不要讓我做 因為我專教小的 越小我越愛 我知道外面最小的教到一歲半 所以小朋友更多一起的功夫 好,我知道大家剛剛你們聽了這麼多的會議很熱情 我剛剛說真的,我剛剛也都忘記我今天要上來分享 所以我剛剛現在上來 然後再掛一邊講一邊再想我到底要講 好來,所以大家不如先動一動吧 肩膀活動 好來,請問人請起立 我分享一下我所教的東西 一般的,像剛剛之前在座有很多武林高手 我也不想要翻門線 有聽過八段景嗎 有 雙手脫鞋裡三焦 左右彎宮四色標 屁啪啦屁啪啦 有聽過對不對 好 我在外面的工作就是 我把一些傳統的東西重新包裝 然後我設一些很好玩的 我覺得焦好玩 但願意玩的大人或是小朋友 來,跟我一起做最簡單幾招 第一招叫做兩嘴巴吃麵包 來,兩嘴巴 吃麵包 變僵尸 謝謝大家 來,兩手舉高 要墊腳尖 轉一圈 摸腳尖 再一次 兩嘴巴 吃麵包 哦,變僵尸 你看,手就整個伸展開了嗎 兩嘴巴 手肘相碰 整個關進來 手肘整個伸展到 平常你過關花子玩得兇的 麻煩這招要告訴我 對 變僵尸 謝謝大家 雙手合十慢慢往下 兩手拖天鍵 腳尖 轉一圈 轉一圈的同時 呼吸 嘻巴 腳怎麼抓下去 肩膀叔叔多了 來,第二招 彎弓射箭 左右彎弓射箭 左右彎弓射箭 我這樣變 來,兩手比較 來,手摸天 轉一圈 開一步 拉弓箭 來,瞄準 換開來 雙手插一圈 手插腰 墊腳尖 看左邊 右看右邊 我帶你手 小邊也不不上 我還會放老鼠愛打 我給他親了 來,兩手比個 不要不要不要 手摸天 轉一圈 這個動作有學過 養生素的一定很清楚 有沒有 來,轉一圈 跨一步 拉弓箭 瞄準 放開 兩手撐開 來,這時候有發現 手指頭朝上 整個手這樣放開 有沒有覺得手特別嗎 還好 沒有代表你 其笑臉 被笑臉 甚至練習慣了 雙手畫一圈 來,手插腰 變腳尖 看左右看 有 這些動作 有沒有身體活害一點 有 時間有限 我來這邊不是招小朋友 我來這邊是要告訴大家 來學武術 為什麼要學武術 武術改變我很多 今天來這邊不是來講 我的人生悲慘經驗 我的故事真的很慘 慘到可以寫悲慘世界 有機會 有興趣可以看我的部落盒 我有寫的巨細迷 那 那我今天來這邊只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你們不學武術 給我個不學武術的理由 你們每個人都說要實現夢想 請問一下 在座大家小時候 難道沒有想學武術 變得武術搞什麼夢想嗎 尤其是在座男生 是七年級頭的 七十年吃的 從小我再容一下 最多就是 HOLD YOU CAN HOLD YOU CAN 請問一下 哪一個從小沒有學過這個動作 從小看金庸小時候 看命服衝 看郭靖 看黃龍 哪一個人不希望自己變成拿到一把刀 一把劍走在外面 可以說 我要為民主派 我要怎樣 瑕疵大使 瑕疵大使 來 為國為民瑕疵大使 為什麼 我們長大不去追求這最初的夢想 大家都說夢想很難追求 今天明明有個最容易追求的夢想 為什麼就實現它 當你跨過去 開始接觸武術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我小時候的夢想這麼容易達成 既然夢想這麼容易能達成 我更高的夢想 我長大的夢想 哪有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個夢想 這不就是你們的夢想嗎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礙於我們的工作 出去外的社會 為了功課壓力 我只好放棄我要學武術的夢想 出去外面為了工作 我只好放棄為了學武術的夢想 學武術有真的那麼難嗎 很多人會覺得學武術我一定要拜一個師們 跟他每天朝九晚主的練功夫 扎馬虎沒扎個三個小時為了發手 剛剛上次剛好問到一個好朋友 剛剛新人是一個朋友 絕對不說他是誰 是我們第一個講者 不是 他有講說他在成大的時候 練拳的時候 練拳的時候 那邊辛苦他 那邊練拳是可以拉好幾個小時 其實練功夫一點都不可怕 功夫一點也不難 其實你在辦公室也可以練功夫 勇尊拳的動作偶爾比喻 誰說他不是功夫 什麼叫做功夫 為什麼我喜歡講功夫 我不喜歡講武術 武術是一個人跟人之間衝突的東西 武術說穿的就是兩個人 如何有效力把對方撂倒 贏的人就叫武術 輸的人叫做落子 對不對 功夫 來魯蛇 來 功夫我喜歡講 我在外面教小孩都講功夫 為什麼 因為功夫是經年累月的結晶 你今天只要蹲個十秒鐘 你有十秒的功夫 今天你知道出個十拳 你有十拳的功夫 其實我們人的任何的夢想 人任何的我們現在學經歷 不就是這麼一點一滴累積的功夫嗎 我們在外面吃東西吃得很好吃 不是說這廚師的功夫很好 總不能他變成功夫廚神吧 我們在外面看到人家造型師的功夫很好 不是代表說他拿著刀子可以千里殺人 我們所謂的功夫是時間跟經驗的累積 為什麼我們不去接觸這麼簡單 輕易完成的功夫夢呢 在座可能剛剛聽到這邊還是有點不少 到底什麼叫做 到底什麼叫做 講了比較複雜一點 叫做時間跟累積的經驗 對我而言 功夫就是你的態度 實踐的精神 為什麼我今天不帶炮灰 因為功夫不是用講的 功夫不是用想的 功夫只有實踐才能夠做到的 我們這一段時間下來 我去分享很多的故事 我去聽聽很多的故事 發現大家都是充滿了夢想跟幸福 台下我們那時候在去小學 還有去一些育幼院 在分享一些經驗的時候 他們都充滿了垃圾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很多的夢想 可是既然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夢想 想要去實踐 為什麼 最後我們所看到的人 都是那虛體可存在的經驗 其實只是在於說 夢想容易產生 可是實踐才是最難的 功夫就是一個實踐的精神 就是叫你不斷的keep going 所以我認為功夫改變了我 所以我決定在外面分享功夫 所以我今年 為什麼能拿到keep walking 第九屆的計畫 就是因為我做了一個功夫小太陽的計畫 我現在想要去幫助 所有最低層的台灣的一些 需要及時關懷的一些小朋友 所以我現在先從六十三所育幼院 開始做起 那我有跑去屏東高速公路 就是高速公路 下來之後還要開一兩個小時 可能到了三區偏遠的育幼院 然後像我下個禮拜 也有跟幾位好朋友 也要去宜蘭的育幼院 去做公共推廣 我要想要去告訴他們 各位同學 各位小朋友 你們的背景我經歷過 我有資格跟你們說 我記得功夫改變你們 可是我不是要你跟我寫學功夫 我是要讓你知道 只要當你有的夢想 重點是要去實踐它 你會改變你自己 我常常在外面講 我絕對不是人生勝利主 如果當你了解我的背景 我是一個奇長無比的小朋友 可是我都會跟我所有外面人說 我立志要當個人生的逆轉組 我希望藉著我的聲音 不斷地告訴所有我認識的人 有機會接觸的人 告訴他們說 請你們大家記得 繼續維持下去 夢想容易得到 但是重點是 要不斷地實踐 這也是我功夫的精神 這也是我功夫的精神 最後送你一個 大家一個 今天動作 來請呼吸請 有看過功夫熊貓吧 有 怎麼敬禮 那個師父跟阿波 我是師父 對不對 來師父這個動作 大家都會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怎麼做 我今天會告訴你們 我在外面都是這樣教小孩的 跟我一起做 右手握拳頭 學功夫 右手是你們的右邊 不要管我 我現在是故意做右邊 右手握拳頭 學功夫可以有個強壯的身體 可是更重要的是一個善良的心 所以手掌在左邊 心臟在這裡 我們要更心身心合一的照顧好自己 還要能夠幫助別人 這個才叫做功夫的精神 謝謝大家